大家好,今天这宗新闻走远点,我们来到深圳市 第五高楼赛格大厦 赛格大厦出现不明的窑房,民众紧急撤离 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香港是经常去的 即是去深圳的时候,各位美女不要穿高鞋 跑都可以跑快点 中午出现这个窑房,网上流传片段可见 现场有大批人员从大厦撤离 深圳市应急管理局回应 分析全国各地监察数据没有发生地震 还在调查这个大厦窑房的原因 从大厦撤离的徐女士接受内媒采访 她说窑不是很厉害,跟地震的感觉差不多 她又知道什么是地震感觉 她说她在大厦的五十一楼上班 中午十二点三,徐女士和同事在办公室吃午餐 十二点三吃午餐,大陆人真的很有空 有同事说,有东西有东西,有东西有东西 但也有同事说不明显 因此大家就没有在意 谁知道一点的时候,徐女士看到椅子不停地移动 神打还是驱魔,大家都感觉到 她跟同事跑出来之后,发现外面很多人都在走 五十一楼,大佬 我试过从二十七楼走下来 因为那时候收工,我想偷鸡早点走 但是老板的房间对着大门,我当然是走后梯 所以走后梯,垃圾房走,就要自己走路下来 就是一个这么独特的事情 所以我试过走二十七楼落地面 相信如果我是走烂,地震,火灼 我觉得我自己有相当劲的某生能力 正常不需要贯や下场 政府当然不是地震 但还在调查 但是我相信没有地震 但是整间大形一下 真的下场 什么看来都不是魔术 什么看来都不是韩女高柏黎 唯一的解释就是偷工减料,地基打得不够深,短妆那些时候发生,在这个工程界 大陆短妆,违规,收受利益 暗箱操作,投标,中标,这些截止器手本名曲 大家不用拿上台面说,都知道日日新鲜,日日金 大陆有很多很不透明的东西,这是一个梗,不需要报道都知道 我相信无论他调查结果是什么,他都绝对不会公开 他也觉得不需要和你的人说,维稳,习近平的中心思想,什么叫维稳 就是让你这些混蛋不要这么对话说,让你不知道,不说,不讨论,那就没事了 因为你理得我有些什么under table,有些什么不见得人的东西 就是你也不可以这样讨论,如果你讨论,你就是造谣生事 那我不知道香港什么时候会连我现在在这里勾说,吹嘴都不行 希望不会有这么快来临的一天